各位朋友,来为我们今天的法会红法跟放生 我们这边再稍微介绍一下师父的简介 各位朋友,晚上好 欢迎来到由北海方外生命教育中心举办的 放生点灯活学讲座即心灵处葬法会 我们很荣幸恭请到盖西洛桑图历领祖法 盖西洛桑图是一位在台湾中华印经协会 推动汉藏交流的各项活法工作者 以下我将热烈的介绍我们这两天的活动 刚才我们有七点的放生 现在即将举行的是共激祥灯及活学讲 想说明天八点八晚会有一个心经厨 这样发挥几个试验功 我现在想讲一下我们念心经的功德 诵读心经来 我想为大家简单的介绍 盖西洛桑图历祖出生于西元1966年 18岁出家为政 并于1985年圆满获得了赛尔界及比书界 1987年进入赛兰节增加大学修学华法 依着达赛兰玛图历祖及诸多大藏知识的教会 经过17年的精上研修 在西元2003年完成了 涉猎学 施量论 班若经论 收官论 避纳也经以及社群论等五部大论之学 在寺院学习的过程中 不只是佛法的研修 更担任了多项五部寺院做真的工作 包括1991年 担任拉瓦康春的当长的当家 2000年担任拉瓦康春的试试 2001年担任寺院纠察师助理等等 除了寺院的服务 Gatsy常年担任所属班长的财务部长 并于1997年至1998年之间 在担任主师 将发打击杆 的领导下 Gatsy和她当年 班若班的同学 启发了募集 筹建图书馆的经费 并圆满达成 为设拉节增加大学 成立了图书馆 自2003年起 Gatsy便由寺院派驻台湾 这几年来担任了台湾红法的各项事务 并成立寺院在台红法中心 处理包括法法教学 法务会晤等等 在2003年3月 Gatsy圆满了寺派驻的任期 经瑟拉节 寺院同意 计下指示 并由中华印经协会邀请 继续在台湾地区红法 协助中华印经协会 推广和帐交流 等各项红法工作 且不畏辛劳地前往中华 印经协会所属海外中心红法 助几遍及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 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中文 Gatsy已经能够通用中文红法 这对法法的弘扬是一针上缘 Gatsy也持续努力为弘扬佛教法 持续大针法脉 各各页页 既谢不松懈 接下来我们有请Gatsy为我们说几句话 谢谢